大型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73度 千万别以为这温度计坏了 新疆吐鲁番已经连续6天气温超过40度 当地记者走访新疆的通古特沙漠 气温更是飙到了50度以上 我们现在将一个生鸡蛋 四个生鸡蛋埋进这个沙子里面 好 我们现在把它埋起来 沙子好烫手啊 非常烫 沙漠的地表温度在80度以上 一整颗生鸡蛋熟不了 但拿个铁锅来煎洋芋片和烤肉片 可是10分钟就熟了 完全没有水分了 我来尝一下吧 可以听到很脆很脆的声音 而且我感觉土度片已经被烤成了薯片 咬下去都有卡滋卡滋的声音 不能想象温度有多高 市区的温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交警直勤站在大马路上不到20分钟 鞋子的浇水就被热到融化 即使到了夜晚 新疆气温也高达37度 当地气象台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目前整个新疆有七成的面积都超过35度 记者综合报道